哈囉大家好,我是酷奇 昨天上了狼王主題的影片 結果底下留言有些都是在問 有沒有要出《勇士週報》 好吧,這不就來了嗎? 接下來的《勇士週報》文稿 我會沿用上一集的角度跟形式去撰寫 這是比較快速也比較簡單的寫稿方式 至於內容能用影片去剪輯我就會用 但是大部分還是圖片 多用圖少用影片 除了有版權聲明的問題 還能加快出片速度 因為對我來說《勇士週報》是有時效性的影片 下一場比賽打完後 等於週報內容都要重新更新 所以我會用最快速的方式上片 好的,廢話講完了 那就直接進入主題吧 本次週報的週期是12月30號到1月9號的6場比賽 《勇士》在這6場比賽拿下4勝2敗 整個球技戰績則是5勝4敗 其中跟托方者、快艇等強隊都打成1勝1敗 由此可證明 今年的《勇士》確實有能力跟競賽球隊一搏 進6場比賽能拿下4勝 還是得歸功於古令的商業回歸 將攻守體系調節得更加流暢 而且全隊在防守三分球的領域上有很大的進步 開啟前3場對手的三分球命中率是46.4% 但是進6場則是37.1% 命中率大幅下滑了將近10% 以進階數據來看勇士攻守兩端的效率 勇士在進6場比賽中 進攻效率是114.7% 排在全聯盟第4 防守效率則是109.5% 排在全聯盟第17 綜合效率是正5.2% 排在全聯盟第6名 這個表現甚至還贏過衛冕軍胡人 足以代表近期勇士隊的狀況非常出色 講完球隊的狀態 那就開始介紹每個球員的表現吧 首先介紹表現亮眼的T1球員 Curry絕對是T1的首選 除了在打拖王者狂轟下的62分外 在國王戰跟快艇第二戰 都有30分跟38分的精彩表現 這期間Curry場均能拿下33.3分 三分球場均能命中5.3球 命中率是出色的46.4% 除了上述成績外 場均還能送出6.5隻主攻5.5顆籃板 Curry能走出開季前三場的低潮 Green的回歸絕對是關鍵因素 當Green在場上就能給予Curry熟悉的控檔 還有節奏 但是還有個更關鍵的原因 那就是Curry打出表現時 都不是在首節的先發陣容 反而適合替補球員 Lee、Basemore、Moder、Looney、Pascal等球員一起上場時 根據官網數據 近四場比賽 當Curry跟Moder同時在場上的綜合效率是 正92.6 跟Pascal則是54.1 跟Lee是43 Basemore是32.7 Looney是28.8 反而跟先發陣容的Green只有9.1 Wiggins則是9 Uberle只有1 Weissman則是-5.1 有時可知Curry表現好都是跟1票替補球員打出來的 因為這票替補球員的活動能量充沛 跑位意思也不錯 同時具備著外線能力 能幫助Curry拉開空間 正好是Curry最適應的陣容跟節奏 昨天的快頂戰看到了 Curry在第三節最後3分鐘 帶著1票替補球員狂拉出一波15比2的攻勢 額外補充一下上述數據多少會因為昨天快頂戰而有失準度 但是拿掉快頂戰雖然綜合效率沒那麼高 但仍舊是替補高於先發的狀態 總而言之 勇士能拿出4勝2敗 Curry跟這些替補球員打出的化學效應絕對是關鍵所在 OMGR上一集在T4的Pasco居然上升到T1 Pasco最近的表現只能用太香來形容 聽說向他道歉排隊的人已經可以環倒一圈了 Pasco這6場場均能貢獻13分4.2籃板1.5助攻 命中率是60.8%三分球命中率是40% 一肩扛起了板凳火力的輸出角色 Pasco的表現能有爆發性的成長 原因在於Green的回歸以及Chris的報銷 讓Kurt將他調到第二陣容中鋒位置 搭配Wiggins,Wanamaker,Lee Bezemore打第二劫第四劫的前半段 因為沒有Curry在場 所以這組陣容的半場進攻 大多從擋拆發起 代表整體戰術跑位的成分並不多 所以Pasco打得很得心應手 因為Pasco就像一台小坦克車 不論是單任Roman下一道禁區 或是在底角埋伏的突破或投射都非常有威脅性 而且得分效率很高 更令人驚奇的是 他在首劫最後3分鐘跟第三劫最後3分鐘 Curry搭的時候 他也懂得思考懂得分球 跟剛開切的他截然不同 勇士就是需要他長期保持這樣的表現 接下來就到了表現中上的T2球員 Bezemore一開始沒有放進輪替 是因為Kurt在試輪替陣容 而前一場試下來的結果就是由 Bezemore去補破的位置會是最好的安排 他回歸輪替後5場比賽 場均能角出6.4分 3.2籃板而助攻 雖然數據不算漂亮 但是命中率跟三分球命中率都是54.5% 用極高的效率幫助到球隊了 除此之外他的跑位意識跟推進速度都能幫助到勇士整體戰術的節奏 他加入後的第二陣容表現也比普爾在的時候更出色 這段週期的綜合效率也有正13.8% 是全隊第四高的 而且他加入輪替的時間點跟勇士整體表現轉好的時間點不磨而合 雖然Green也是差不多 但我認為Bezemore的功勞也是不小的 上週將Wiggins排在T2 還是有人覺得排太高 這段期間 Wiggins手感回溫明顯就能看到他的好了吧 進6場進攻手感相當棒 場均能貢獻19分 4.5籃板 2.5助攻 命中率更是50% 三分球命中率也有44.8% 防守軟就是非常出色 雖然少了一幅當關的大鎖氣息 但是給對手主攻手壓力還是很有效果的 而且進兩場守快艇明星雙前鋒都守得並不差 整體來說Wiggins除了手感回溫以外 其他表現並沒有太多起伏 尤其是好勝心這一點更是沒有進展 明明手感火燙能夠要更多球權來打 但有時候就是會藏起來 可惜了火燙的手感 畢竟勇士要能夠跟季節賽球隊抗衡 他能提升到場均25分是最保險的 終於盼到Green的回歸了 他的好表現用數據是說不出來的 必須要從實際比賽片段才能發現 而追尊熊已經出片整理好他進擊場的隱形表現了 就不用我再整理了 這邊額外補充Green的回歸影響了勇士三個部分 第一個是前面提過的 讓Curry打得更舒適 第二個則是讓攻防兩端回到正軌 尤其是防守端 快速的補防跟協防意識 以及在遊戲區大手藝會的防守指揮 都讓勇士隊展現出跟開機截然不同的防守等級 唯一可以詬病的是 他的三分球根本沒有回來 然後更退化了 這是挺嚴重的問題 而且他的外線退化同時也造成第三個部分 那就是讓先發陣容死心更差了 當這組先發陣容擺上去 只有Curry能夠跑無球 Catch and Shoot Wiseman Ubre Wiggins都是屬於定點射手 沒有辦法快速出手 死得突然空間變得更狹小了 而且Ubre跟Wiseman都是出手選擇不好 無球戰術一時不足的球員 進而導致先發陣容的進攻效率很低 換言之Green的回歸雖然幫助很大 但三分球嚴重的退化能造成一些負面影響 再來是表現中規中矩的T3 Lee這段期間場均上場19.4分鐘 場均5.7分 3.7籃板1.5助攻 命中率只有12.3% 三分球命中率真是及格的39.1% 雖然他的表現沒有前一周期那麼出色 但是在場上的跑動儀式 還是能夠拉開對手的防守空間 讓隊友有更大的出手空間 不過Lee在防守的時候 還是會有一些不必要的犯規 是需要改進的 Moder在場上的作用跟Lee很像 就是能夠拉扯防線拉開空間的埋伏射手 但是Moder的上場時間沒有力那麼多 影響力自然沒有力那麼大 以Moder這樣的角色的定位 場均只要有6分就算很棒了 Runi這段期間表現還算是中規中矩 雖然他的定位有點尷尬 介於高天賦的Wiseman 和平民打出精彩表現的Pascal之間 但是Runi場均有1.8次助攻 是勇士中鋒裡面最多的 毋庸置疑他仍舊是最懂勇士戰術運轉的中鋒 現在的勇士還是很需要他的 我看過許多人的留言和文章 對萬娜Maker的評價挺兩級的 自己的看法是有好有壞啦 但絕對比林蘇豪還要好就是了 萬娜Maker從開季以來投卵手感都不好 直到昨天對快庭射進兩球關鍵三分球 才有找回手感的跡象 在這之前萬娜Maker在場上進攻段影響力確實很低 二陣進攻是圍繞在Wiggins還有Pascal身上 有時候萬娜Maker自己還會變成底角埋伏射手 沒有在控球 但是從他的傳球時機來看 球場理解力是有的 只是還不太熟悉整體的運作 所以有時候持球會有點猶豫 上人還會放槍 就是一些細節的部分處理的不夠細膩而已 但我相信時間久了會上正軌的 目前萬娜Maker的問題點只有進攻端而已 他的防守端還是相當出色的 應該可以說是勇士單防能力最好的後衛了 只有防守輪轉 還需要更熟悉一些 第三的最後一個 Wise Man Wise Man近六場的表現沒有剛開啟這麼亮眼 以中鋒來說命中率46.2%是不及格的 三分球命中率也下滑到只剩12.5% 如同剛剛講的 Green的回歸對Wise Man造成的影響 除了上場的時間減少了 出手空間也被壓縮了 只要有Green在 Wise Man大多只能吃餅 而我在選秀系列介紹Wise Man就有說過 Wise Man的吃餅能力沒有很好 因為他的手掌不大 爆發力也只是平平 沒有辦法像Magic那樣 隨便拋都可以空接灌籃 除了吃餅 Wise Man的場均有2.3次的背框單打 但是平均下來每回合只能拿到0.67分 命中率也只有38.5% 說這些當然不是代表Wise Man不好 或是勇士選錯人之類的 而是他本來完成度就不高 只不過開機打得太好 讓不少球迷會對他有很高的期望 但他的基礎和球場儀式原先就不足 要再多練半年甚至一兩年 到那個時候進攻技巧會更加純熟 就能有更多的戰術圍繞在他的身上了 現階段他當然也是勇士隊很重要的球員 不過不用對他過於期待 而我必須要補充的是 Wise Man很在意自己的表現 有好勝性是很好的事情 但是如果過於執著和沉浸在沮喪裡 會越打越不好 Groon就說過 Wise Man目前太在意自己的失誤 他必須學會忘記 就等Wise Man找回一些自信 表現應該就會更好一些了 好的 來到了表現不佳的T4球員 沒錯 就只有我大無帥一人 雖然他的三分球命中率有提升了 但是他的投籃實在太骰了 而且是只有4面1 1面2 1面5的骰子啊 除了投籃不穩定 他對於整體的戰術跑位還是很陌生 應該是全隊中對戰術最不懂的人了 而且他的上場時間有逐漸減少 昨天贏快艇的那一場 甚至只有21分鐘 第四節坐滿整個板凳 尷尬的是球隊還逆轉勝了 總而言之 跟勘開技比起來並沒有任何的進步 而且有差在的先發陣容 戰術運轉起來 非常的不流暢 許多該給Kurri製造突然空間的戰術 都沒有Gate到 不過現在只有9場比賽 我認為還說的過去 Kurri也說的需要給Wubrey適應的時間 不用特別去嘴 要教育球員什麼的 很沒有意義 但如果到了球季中段 仍然是這個狀態 勇士真的很有可能為了節省奢侈稅 而將Wubrey教育走 要如何教育又是另外一個課題了 不過我還是不希望會有那一天的到來就是了 好的 球員的部分就講到這邊了 影片的最後再提一下 勇士禁六場各節狀況好了 手機的先發陣容打得很差 直到能夠跟Kurri搭配的 Rooning Basemore Pascal上場後會好很多 第二節前半段 二陣表現並沒有很好 直到Kurri跟Green上場搭配 Oubrey、Lee會好轉 而第三節的狀況和第一節一樣 先發陣容表現還是一樣不好 直到替補陣容上來 狀況才好轉 第四節的二陣反而表現不錯 這得歸功於 Wiggins和Pascal 他們在禁六場比賽中 第四節分別能夠拿下 8.3分和4.7分 尤其Wiggins的命中率是 恐怖的62.1% 三分球則是53.8% Pascal的得分雖然沒有Kurri多 但是命中率有57.1% 還是非常有影響力的 接下來勇士要面臨到 暴龍、六馬、金塊、太陽、胡人 都是相當不好惹的球隊 至於第四集會什麼時候出 就在看情況咯 今天勇士週報就講到這邊咯 喜歡本集的話請幫我點訂閱 還有分享 我們下一次見 掰掰